在彼此自願結合的情況之下 去快速的凝聚整個王座的想法 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以前值得投入的體驗 它的過程就可以讓人對國家 或對於所謂的莊人抗法這些東西 它的這種幻覺 可以稍微鬆動一點點 就是我們不需要所有人都相信統合維權 才能夠來建立彼此的共識 所以這個就算是在個人的信仰上面 都是一個蠻好的事情 就當你投身的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對於社會不需要一個憂傷 或者要緊負責的這件事情 就會有比較低手的看法 但是當然這個行動的時候 才能夠變成社會的一部分 就很難講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有所謂的 金融創新的法律 簡稱金融沙盒的原因 就是因為任何時候 只要你有一個世界上的法 或者是法規檔案的路 你不需要說服利益 你不需要說服政委 只要說我接下來六個月到一年 就是要實驗這種新的金融的創新機制 那只要他有機會 就說會是一件好事 那我就會讓他進入這個實驗 那經過六個月或一年 如果整個社會都覺得是一件好事 那我們就因此挑戰法國 那如果他覺得只不是好事 那我們就感謝投資能夠 跟他這樣付款全費 那所以無論如何 就是這是一個讓你今天的創新 能夠帶著法國成長的一個方法 那台灣是第一個成功法國家 裡面引入這樣子一個金融沙盒的情勢 讓我們不會只停在金融沙盒 接下來無人載序的沙盒 各種環境沙盒 都還都會出現 想一個深夜的朋友想要問說 個人的性別認同 對於在工作上是否影響 已經遇到困難了嗎 沒有遇到什麼困難了 大家都已經非常習慣 所以他陌生的就是非常簡單的說明方法 然後工作上面其實我覺得蠻好 就是說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大家都很願意看到說 因為我自己是這樣 就是純粹講生命這樣的話 我在青春祠的時候的保護筒 就是兩個biological science 中間 最主要的一個荷爾蒙的濃度 是相當於七十幾歲的男子 所以就是剛好在青春期間 青春期間有女性的種子 所以本來就是先天上面吧 大概就發展了 不管是性質上面 還是生命上面 本來就是有一個性質的狀況 然後我自己後來又覺得說 因為我沒有體驗過女性的競爭詞 所以我當然後來也透過外行轉換來的話 那也體驗了兩三年 就是完整的一個女性競爭期的一個 形態上的轉變 以及感受上的轉變 所以結果就是說 我在天上講話的時候 就是第一首的字面 或者是溝通的方法等等 大概都比較range 比較快 就是好像你唱歌的時候 沒有長的range 比較快 但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有比較豐富的一些地球字面 但是當然也不是說 就剛剛跟大家的一樣 裡面不可能有兩邊是一樣的 但是至少就不會有很多 預設的影響的話 覺得說 你是一個性格 你要扮演什麼性格交測 對我來講 本來就是每天都是 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想這個工作是 如果有影響的話 也是一個正面的影響 所以大家比較不會 用性格交測來關鍵我 那相反的 大家在這樣子的 悲談 或者這樣子的諮詢會議的時候 也比較不會覺得 好像一定要去做一個性格上的展覽 大家可以去focus 大家可以去focus 在這些功能利益的討論上面 有12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兩人院長的風能跟成績嗎 其實我不在 其實我是2014年 就開始跟行政院的工作 那當時是跟蔡文正的工作 那還有一點 我覺得有點像是他們 就是數位情緒方面的一種顧問 那現在是有點反過來的 加一種角色 那所以當時是我記得 我剛跟行政院院的 原本顧問作是 毛智國院長幫 剛少年的時候 那他提出所謂的 所謂的開放政府 然後提出所謂的群眾外包 就是宣布局會 作為新的政策的方向 那當然後來就是 張宣布局院長 在交接期的時候 提出所謂的透明式交接 就是他讓每一個部會 都把他的這個資料 直接放到網際網路上 讓任何人都可以看 我當時不知道 我也可以看 然後讓新的政府的團隊 就能夠交接 其實他本來還要直播 所以他本來還要整個直播 但是 in any case 就是說我想 然後林俊院長其實 因為他的證明完全沒有答案 所以他才有可能去跟 去arrange這樣一種 完全透明的照解 這個在亞洲或是世界 政治市場的 不是很長者的一個情況 那當然就是 張宣布局院長 當時他在競選 連任台南市場的時候 他還在透明開放政府 大概就是他整整 他還專門在報紙上寫 開放政府的論述 所以我覺得我很幸運就是說 我現在在做這一套 大概議院的最近的這次 委員長都是他們在 他們不管是他人的市長 不會擔任市政府 或者部會裡面的成員 或者是天安民間的時候 就已經很認同一個理念 所以我推這些東西 在政治意志上 一直都沒有收到任務子裡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這幾委員長 大概都很認同這些事情的價值 他們concept的就是說 我會不會跑得很快 這個資深的公務員 會不會等不上 所以我跟他們講的都是說 我其實是公布的公布 是他們碰到事情 需要幫忙來找我 而不是說 內事找事做 然後我去找他們麻煩 所以因為是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 至少依我自己的工作上面 我覺得這四位委員長 都非常的憑慕 然後也其實憑慕 是替大家一起討論的 這樣子的概念 那我覺得是蠻好的 但是反過來講就是說 當然大家對這四位委員長聽到很多不滿的地方 但是這些不滿的地方 跟我目前直接的這些 社會創始人工程度的工作 比較沒有太多的關係 所以除非你講特定的事情 不管的話 我就很難去做concept 但是 以我的業務 跟這四位委員長合作的時候 有可能都相當地誠實 請問我對於伊蘭科技園區的看法 為何發展不起來 以及有什麼解救的一些方法 我很誠實地跟大家說 我是第一次看到原科技園區 這六位委員長合作 我之前沒有接觸這六位委員長合作 第一個我沒有看法 我沒有辦法 對我第一次看到的東西 提拼區的一個看法 所以我們還是Google會想到 到底是有些人客技園區 約雲科路15號的一個工業區 OK 好 那 感謝這位朋友的引擎 我會再多了解一下 但是這真的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文字 所以我沒有辦法做一個具體的回答 我想 嚴格來講 就是說所謂的園區 在現在很 它必須要是一個實用場域的這樣的事情 比如說你要說服人家把東西搬到這裡 像我們的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當初為什麼能夠說服一下 MIT 或者這些其他的朋友們 等到這邊來 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 第一個就是一個很屬於一個地方 然後第二個是說 當有一大堆自駕的三輪車 或什麼地方來跑去的時候 大家都有一個很適合的感覺 的原因是因為 這邊就是我們平常政策 形成的地方 這個是在 台北建國哈士團隊 在空間裡面 我們有一個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那當時這個地方 就是所有做社會創新的朋友 不只在台北全台灣 還有上百位朋友 一起討論出來的 所以他們討論出來的空間設計 其實就不是政府們他們當的思維 而是我們甚至真的是用 每個禮拜半的工作房 貼墊等各種方式去做出來 像這個足球 是顯然而發展 這個地方就是我也發不出來 然後 他們當時不只是固執 包含說這個地方 每天要開到半夜11點 因為大家吃完晚飯 才開始有靈感 如果還要去找吃的 那就是會中斷這個靈感 所以一定要開到11點 然後一定要有廚房 一定要有咖啡廳 還要有一個大廚 所以我們可以在 叫做石塔路的一個廚師 就是有什麼東西 就在這邊煮東西給大家吃 然後 他們就是說 那這位就是我啦 每個禮拜三 都要在這裡 所以我每個禮拜三 從早二十個月到晚上 這邊就是我的辦公室 那任何人都可以之前 來找我的老師 那就是我從中的任何事情 也包含了這個空間 本身的調整 那我在禮拜二的時候 常常會學會 在全台灣 或上去我去花蓮 那拍攝的朋友 也會透過視訊加入 那同樣的就是 在這個社會上行事實驗中心 就十二個以上的相關的部會 就會透過遠距的視訊的方式 實際去看到我去花蓮 或甚至去去 比如原住民族的 做社會企業 或者是社會發展的朋友 實際遇到法律使用上 或者是計劃使用上 或者是計劃使用上 困難的時候 這些朋友就會 即時的備詢 即時的接求 那這樣的話 就讓這些部會 對這個地方 對透過這個地方 看到這些社會 創新發展等等 都會變得 比較有相信的意義 所以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 就是說不管是透過實務 透過這種公共的服務 透過這些 讓大家能夠放心的實驗 而不會有 不好的後果 等等這些地方 他還是要能夠把人去到這邊 然後接下來 才能夠發展成 他自己的一個生態系 那至於 到底要怎麼留住人 我答應 這個居設 顯然是要付出現在的 因為這個問題 是我問的 就是 就是對於 南科技園區蠻好奇 那是新竹科技園區 來這邊居設的一個 一個 園區 就是這樣 那目前只有七家廠商 對 那 所以我心裡想要問的說 欸 就是這樣的科技園區 應該是由 憲政府來去主導 像 湯蓋政委說的 那個 社會創新的那個 這個 這樣的狀況 去創造這樣子的一個 區域 然後讓大家進來 那另外的問題是 因為 宜蘭科技園區 是在一個 交通不方便的地方 我覺得這會有 很大的影響 就是 對於 這個部分 當然會 我們其實 像 目前經濟部 正在弄另外一個 叫 就是 林口的這個 西創園之類的 要不要去那個 自然標 那 我想這裡面 有兩個 一個是說 大家以前聽到 科技園區的時候 往往想到的是 工業園區 就是把服務業 或者把一些部分 有點排除在外 但是我們現在發現 就是 大部分的這種 生態系裡面 使用者體驗的部分 才是最主要的 像我們以前在 蘋果的時候 就是 不管你是 硬體工程師 還是什麼 都不重要 這個設計師最大 因為設計師 以使用者最近 這個狀況是 我們現在觀察到的狀況 所以 如果你硬深深的 把比較像 服務設計中的 軟性的東西 排除在 遠區之外 我們這邊只做工業 那就變成 一個自我設計 幾個發展的狀況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把工業科學園區 設計條例 工業兩者要佔掉 月兵就是要佔 那 這是一件事 就是它的 跨學和跨領域 生涯的責任 第二個就是 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交通 所以當時在規劃領口的時候 我們特別把 自家車 自動接駁 就是因為 如果你還要 花時間想停車 花時間想這些東西 的話 那 說真的為什麼 要到這邊 那所以 另外一個就是 他把住宿規劃在裡面 所以 我們特別去 要一些國外的情況 這樣可以等 讓他直接住在那個 學生村 所以 至少搭電梯 就會通勤 還有在旁邊找地方住 所以這些其實 看起來非常沉緣 就是 這個就是影響 上班的時候的心情 那你用上班的時候 心情不好 那創新根本不是白癱 所以我想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如何讓 人跟人之間 還有一個社會的領帶的 就是 向前臨 那同時他自己 要發揮創業的時候 他自己心情 才不會太差 那這個部分 就包含是 大概都要去聽到 所以 確實是這樣 但是因為我真的 沒有看過沿岸科技園區的部分 所以我現在 當然沒有辦法 所以 以上都是非常 很重要的事情 有朋友說 網路上面有看說 活用ORID的文章 可以簡單介紹 說明一下如何應用 因為昨天才學過教練討論法 那教練討論法 其實它本來 在加拿大發展的時候 它是一個 面對面討論的方法 它是一個 在討論的過程裡面 區域 每個人講出來的話 引導到一個適當的架構裡面 而讓大家能夠先看到 哪些是對外的事實 哪些是個人的感受 透過這兩個分層之後 慢慢地再連續出 最後的想法就是 解決最多的人的共同感受 那所以 其實我用ORID的這個方式 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 我想最大的差別 是說 我把它放在網路上面 透過主要是文字的圖片溝通 然後在非同物的情況下去應用 但是它的應用方法 跟剛剛大家講的面對面 就是 剛學的那一套方法 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那 最大的差別其實是 透過網路的時候 R的這個部分 是很難去充分傳達的 就是 你可能看到它用一大堆的警察 用一大堆的表情符 用一大堆的emoji 但是 它還是那麼快 准刻地 可以傳遞這種非緣的形式 因為 在面對面討論的時候 其實很多是看 你眼神在看哪裡的時候 視你的雲吊等等這些東西 來去 讓旁邊的人感受到 你的共同感受 而不是只是 他講出這個 我好性格 今天好性格 這幾個字 這幾個字 基本上 它雖然能夠 就是讓大家 對感受有一個出貨輪廓 但是這裡面 個人的部分 它是透過什麼樣獨特的生命經驗 其實是 非常非常難去做的 那你如果看了之後 自己 加上很多強烈的感受的話 那個就算是脳部 脳部雖然大部 脳部罪部 但是 透過網路 我大概都是錯的 所以 它就是個人的投射 所以 其實RID法 在網路上面去做的時候 R的部分的處理 沒有辦法想面對 這樣子的心智 我最多就是全球這一塊 說 了解這些你們的感受 尊重你們的感受 然後就往下 因為 我除了尊重他的感受之外 我沒有辦法很細的知道 拍張機的時候 到底是什麼狀況 那如果有人指引 就是說 因為我不會講的 這不是我自己的感受的話 像現在透過Facebook 之前有的圍招 就是說 大家知道我是招牌手 就在Facebook上面 然後自己有室內 時候只要覺得 我有貢獻的地方 就出現這樣 那出現之後呢 就會有人開始說 這一定是機器 這一定是網群 這一定是其他 這類的 總之就是試著 在網路上面 因為網路上 像Slido之中 你沒有辦法彼此的恢復 沒有reply的按摩的時候 其實他都很問你 因為你如果看到一個問題 你不想問 你就把別的推上來就好了 但是呢 只像Facebook那種 能夠reply的地方呢 只要想要掌握風向的人 他最快的方法 並不是提出一個更好的意見 而是去摧毀某一樓的可信度 他的單位時間投資會報酬率比較高 那在這種密封的這種 有reply button的這種平台上面 那很容易就會有回復 然後底下就說 這個你是機器人 你是什麼東西 那這個時候 我就會按回復 然後馬上按錄影減 然後就很快的錄大概 5秒鐘的短片 然後讓大家充分的能夠看到 解析度越少也好 能夠看到我的目前的 就是感受跟這個狀態 那所以就是有點像表情包 但是 但是這裡面很重要的 跟表情包不同的一點 就是我會quote他 所以他不管是質疑或什麼 我會挑裡面有建設性的那些部分 就是大家學到facilitation 就是能夠帶到 比較有建設性的 也對不可以學到詮釋的部分 示範的做一次詮釋的這個動作 然後透過短片的錄影 讓大家能夠看到 那因為我是quote他 所以今後我不可能是預錄的 我一定是看到他留言之後再錄 那而且用quote裡面 唯一能夠做建設性的那個部分 所以他就會學到說 能夠獲得我的注意力 他可能留了一百個字 有十個字都是在罵人 但是有十個字 是有建設性的 詮釋的可能性 那他就會發現說 只有有建設性的意見 才能夠獲得具體的回應 因為在網路上面 常常需要很清楚的朋友 他可能是去現實生活中 可能就是跟機關系的 很困難啊 或者是說 空虛寂寞啊 覺得冷啊 所以他就想要在網路上面 透過經濟號來獲得一些關注 或者一些注意力 但是這些其實是甜度飽的 因為他常常用它 維持長時間的關係 所以隔天醒來 又還是覺得很空虛 然後又要去亂摸的板這樣子 那所以在構成裡面 我們只要示範說 只有有建設性的部分 才能夠獲得 踏速可救的注意力 那這樣這些來亂的朋友 就會慢慢慢慢reform 慢慢變成說 原來我要用建設性的方法 才能獲得注意 不然你根本沒有辦法 干擾到其他人的討論 或者的心情 那像維基百科社群 這方面就是有 大量多的干擾 就是在做這件事 但是也跟大家講說 你即使花一趟來亂在 可能 只有一半來亂的朋友 會因此受到感悟 然後就變成 這個有建設性 很多只是決定說 好那這個地方很難亂 我就去理個地方亂 不過這樣也不錯 就是至少 你覺得特別來到的朋友 就不會特別找你麻煩 但是 基本之道 還是經營自己的空間 像我們經營的slide 有這種空間 眾議平台其實 在我們每一個議案的 就是下方也是有討論的空間 可是 我們就會把它營造成 沒有辦法去按揮 恢復 所以像我們在行政院的 連續的平台裡面 我們 16歲可以 好 這個是零個人福利 也幫我們 是不是找一些 比較多人福利的東西 推動權責庫 大家一起來 廢除軍 公教人員 數位學習計劃 這個是已經廢除了 這個非常容易廢善 好 總之 不管是哪一件事情 它在底下都會有具體的 就是正方跟反方 或者說正方跟其他想法方面 可以留言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說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討論區設計 就是 就是 就算 衝票數是73 這個霸人會跑到右邊去 所以它會有一種沒有灌到的那樣去 那 它的兩欄都是像是slido 就是說 你投出一個疫情的時候 你是靠別人把你推上來 但是 你如果看到左邊的疫情是不同的 你唯一解決它的方法 沒有辦法破壞掉它的推行 所以 這種沒有辦法 reply的這種狀況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 它可以把大家的力量 變成比較像偏途一樣的力量 而不是像拔格一樣的力量 那在這裡面有非常多細節 包含那個也是圓角 而不是方角 等等 一切的東西都是非常用心的設計 才能夠做出來的一些空間 那這些空間裡面 大概就會很自然地被輕推到 能夠就是 能夠 就是比較 就是 constructed 比較有件事情的方向 而不是比較有破壞性的一些方向 大概這樣 所以當你透過網路的時候 我的具體建議就是說 你可以 be authentic 就是拿來你自己的真實的感受 透過感受 透過什麼東西揭露出來 但是 不要急著去拿網路 或者是去judge 對方的感受 你透過網路 本來就非常來傳達這種感受 所以這個時候 你可能是把 它的部分 就是 理解 然後把裡面真的可以用的 constructed 和網絡的方向 這樣子去搭 那這個是在網路上面的 這些操作的一些方法 對 就是簡單來講 上路 底下之外朋友所呼籲 請大家不要禁額亂入聯樂 平站式讓我們自己的時間 確實是這樣 十七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作為一個安安吉 如果看待福利國家政府 徵收稅收給窮人 如果其他人先不自私自利 那是否支持廢除死刑 畢竟國家沒有執行死刑 那這麼大的行為 其實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安安吉 它 就是說 你要達成安安吉 像我是持守的安安安吉 什麼是持守呢 所以conservative的意思就是 不否定社會 目前走到現在的這一段歷史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資訊課上有 Gang into the fork Fork Fork就是說 你看到一個東西 就是完全發展 然後你想要把它 轉個彎 分個長 往不同的方向發展 但是你不是犧牲掉 所以你會破壞掉 它本來發展的脈絡 你只是往一個不同的方向去帶 那當然 不同的方向帶 只要你是去公開開放的做 那大家看到 包含公務門 看到覺得不錯 大家會加入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守則 不是就會 把你的這個做法 變成這個公務門的常規的做法 像剛剛提到 總統媒體可送 其實是沒有講清楚 他們唯一的講上 就是那五隊 就是我們會盡切的力量 動用總統府的政治一致 讓這五隊 盡可能在下一個年度 變成公務府的一部份 這才是真正的 社會影響力 而不是說 對我的講話 對我的講話 當然我理解到說 安安琪也有 沒有炸彈的那個 沒有太 就是說 它就是把它 把這個社會秩序 完全破壞掉 甚至是 像現在有個群 做C-Stating 就是他們去公開上面 然後自己 晃出一塊這個 會漂浮的這個 島嶺 然後就在上面 開始經營全新的社會 最大物託方式的做法 那就是說 不管你是透過暴力 而reset 還是透過這個 地球太危險的 就去海上路 去火星吧 然後這樣的方式去做 就是 新的拓荒 這些當然都是 實際上拿起的 有效的方法 但是 對我來講 這並不是我喜歡的方法 因為我喜歡的是說 我們現有的狀況在不 你不磨滅它 不否定它的情況下 讓大家都能夠 自願地去看到 說有些新的做法 對大家都好 那這樣子的話 從我角度來看 才能夠在社會的 眼鏡的過程裡面 去跟別的社會說 你看你透過一些 和平和傳遺的方法 你也可以到一個 比較好的境界 你不需要透過 就是非常暴力的方法 你也可以到這樣子的情況 那這其實是 台灣民主化的一個非常 可貴的一件事情 所以 就是首先 我不會 期待人性的自私自利 就是一個 不切實際的一個期待 但是 同一個人性 就是他的這個 自私自利的這個 motivation 是可以去做 額外的這個 運用的 我這邊就舉一個 很實際的例子 就是我們在做社會創新的時候 常常舉的一個例子 就是 不是這個 但是 好吧 這個其實也不錯 就是我們剛剛不是說 把 比如想要專程的力量 想要大家 更充分討論 一個民主化的力量 大家想要 照顧彼此的生活 彼此的社會連帶 更精密的力量 想要照顧這個地球 這個不要 人類重新主義的這個力量 就是 同一個人性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方面 那當然大家 很多時候 投入的 一種不一樣 但是 當我們 找出一些 社會創新的 employment 就是 讓他能夠 在社會上 生根發揚 和組織方法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 團聚集合這些力量 然後 一起去做事 話比想說 如果要加入 豬富美方生活成員 做事 這些都已經存在20年以上了 其實 一開始也許 真的是會交朋友 但是也有人是因為 他可以用比較 做地獄的價格區的 安全的事物 塞骨的事物 也就是說 你不一定要認識 或者甚至是 支持一些孩兒子 你只是單純的 覺得他的力量很安靜 你也可以去跟他做什麼 那 同樣道理 在裡面其實有很多做經營管理的 或甚至是 專業的行銷 等等的朋友 那他們加入這些 社群公司 也不是 一開始可能 也不是為了利他的使命 而是覺得說 這個東西很好賣 這樣子 就是這個很棒的 其實就連寫二三個字 都已經是社會創新 因為 以前是叫做智障 或者是叫做什麼別的 但是現在就是 當你轉換幾次三個字之後 忽然間 他們的創造力的可能性 就增加了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是說 我們每次做社會 創新的方向的時候 我們做的就是 很有系統性的 去看社會上的一些 所謂的弱勢的朋友 但是不是說 我們大家覺得很可憐 一定要幫他忙 而是說 大家在重新翻轉的時候 一個他想像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什麼 自私自利 也可以獲得滿足的這些部分 就是說有沒有什麼 跟現有的資本 就有什麼機制 可以借解的部分 像這個就是天赋城市 就是 當時幫他們做這個規劃的 一個在點點善的社會企業 他做的事情 就是說他去結合 現有的產業的生態鏈 所以他都不是去跟CSR 就是不是跟做好事全情的部分 是跟BD 部分 就是說 這是一個好生意 你們可以來做 像這個題目 是做解脈診 解脈診 解脈診裡面都有空 就是可能肢體有些不方便 然後做人 然後可能是 脫香套或者是衛生紙 就丟了 你如果用專業的 就是純粹 商業角度去分析 那首先就是他的Business Model 不是那麼確定 然後跟他第一次交易的時候 他不會跟你有多部分 就跟簡報告訴你說 他後面有供應鏈 所以大概就是多少有些疑慮 那他如果他的CRM 就是比較是說 線線條件性好 但你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時候 他對你沒有更輕易度的對話的話 那這個也對 也就是會有利益的幫助 那還有就是他的 TESA Function Management 做法 供應鏈管理 也不一定做得非常好 所以他賣的衛生紙 會不會想 比起電力商店 也沒有比較便宜 所以在這些行為 其實完全透過資本局的角度 去看接脈的這個行為 那你就會發現說 你不需要都是做好事的NPO 你也不需要都是做好事的企業 他完全以Business Development的角度 他可以重新去Pitch 減脈這些事情 好不像說 透過適當的生活照顧 跟整體訓練 他就可以擔任簡碎的工作 他把這個 輪椅改成的很酷 Mobile Station 還有一個很大的螢幕 還可以折起來 他們的雨針 他就可以比舉牌人 要更有效的去發揚一些 這個 就是想要傳遞的訊息 它是一個很好的 Advertising Station 然後好像說 如果有城市要做公民貿易的話 那它上面放的其實是可以 是公民貿易的茶 咖啡啊 這些東西 不但有高附加價值 而且可以公民的城市 宣傳或做大型活動的一部分 那我覺得像這種 社會設計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 當它只是一個concept 第一台車怎麼樣做出來的時候 它就會透過群眾募資的方式 讓大家能夠捐錢 事實上也是捐錢 你可以換一些 就是這些都是其他人化出來的 這些設置的一些 什麼床包啊 什麼匯套啊 這些東西 我也會有這個附錢 但附錢之後 它是有點想要 他努力選擇的奇強 那樣的感覺 就是說 你既然已經投放了錢出去 當然不會想要看到失敗 所以它就透過 去諾方法 來重鮑 大家對這個mobile station的新的想法 所以就會有人留言說 我覺得這個愛台灣的熱點 可能分布不太均勻的地方 這些也可以當多形狀的熱點 好不然你的手機沒電的時候 你可以放在那邊 讓它幫你快速充電 它畢竟是一條電動車 那這個時候 它在跑一堆公司 然後有咖啡店 你說 你做到Having Eating它故事 第三個是 也許下一個時候 就可以放一些愛心的雨傘 可以變成社區的愛心雨傘的轉運站 等 就是說透過這樣子的群人 它達到了重高的目的 然後 大家看這些開始的時候 看起來就不是說 這個原來行動不方便好可憐 沒有援助 而是一些 所謂自私自立的一些企業會說 因為這個是一個新的mobile station 它是一個新的客戶關係的一個end point 那我們怎麼樣去經營它 我們怎麼樣給它 我們怎麼樣給它 有新的供應鏈上面的 商務構建商的一些關係 所以它等於是 轉換讓這些所謂的 自私的這樣子一種資本主義的力量 讓它變成能夠去解決事情的社會問題 一個這樣一種 創新的一種概念 所以我想這個是 我們不會說 期待人性的自私自立 我們反而是說 我們期待人性的自私自立的部分 跟在意公民正義的部分 跟在意環境的問題解決的部分 這些部分 能不能夠湊起來做點什麼事情 我想這個是比較合理的一些期待 國家沒有執行死刑的政黨性 這個其實這個題目 是沒有非常非常認真地想過 我不記得我發論之後 有問過我說 這個執不支持這個執行死刑 然後我就是 我完全想要命一下 我就說 這個我如果哪一天 這個被判處死刑 然後我就一定反對 但是這個是一個反射性的動作而已 這個不是思考過整個完整的脈絡 因為我覺得 我一定不會做這個 就是值得進行死刑的事情 所以我如果有判死刑的話 那應該是源於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當然覺得說 那這個讓我有機會去 這個平反我的源區 是不是比較高一點 是一種帶入式的一種思考 但是這個 你要說是純粹私自立 可能是純粹私自立的一種想法 但是我覺得 In any case 我覺得這是一個 蠻值得大家從 就好像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單寫女性的動繩子一樣 它不是在一個 完全空白的一個情況下 大家去想 但是在現有的社會關係裡面 去想像 某種社會 在那種社會裡面 這樣子情況下的小孩 會在社會上是 相當受到尊重、祝福 而且是 對職業之下的意識有幫助 我們怎麼樣把社會 演化到那個樣子 那這個才是一個比較 就是大家不管現在是什麼 意識形態 大家都可以捐起意識形態 去一起想像的這個部分 大家都了解到說 可能一兩代之後 我們才會到那個樣子 所以同樣道理 如果你對 就是國家執行私自立的正當性 有所懷疑的話 那我可以邀請大家去一起想像說 那 假設你說的沒有正當性 那這樣子的話 大家整個社會都可以接受 這個沒有正當性 有些別的多元的處理 更有正當性的社會 是怎麼樣子 那這個時候我想 比較容易去說服 不管是遲熱 這個報復式的正義 或其他證明觀念的朋友 一起進入這個想像的空間 而不是在現在的這個社會 環境裡面 就一下子去說 這個是有正當性 或者沒有正當性 那個又回到聯合的這個思維裡面 有20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社會企業的專訪 跟台灣產業創新的進步是如何聯繫 這兩樣好的問題 我們現在在台灣 推動社會創新 是有一個社會創新的一個行動方案 那這個行動方案 目前還是草案的一個狀態 應該在兩個禮拜之內會變成定案 所以我們分享一下為什麼 這是一個願集的一個方案 那這個方案 簡單來講 就是說 它不是只是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當然是 其實社會問題 還能夠找到永續的商人 有一個最好的情況 但是在一個好的點子 它真的能夠成為社會企業之前 它之前可能是非營利的組織 可能是大家的教育團 在網路上想到一個很好的點子 它可能是傳統的營利器 裡面某一個發明 它剛好可以 它不像說 把廢棄的餘望 或者塑膠 轉過來變成衣服 甚至變成灰 變成柴油 那這個東西 它可能本來只先會賺錢 但是它碰巧 可以解決一些社會問題 那我們以前 在做社會企業 提供方案的時候 其實比較遇著 在這個組織形式上 但是我們現在 我們並不那麼拘留於組織 因為我們發現說 設的法人 它可能會設一個自公司 一家大的公司 可能也設一個MPO 所以我的意思說 這個 Hybrid Organization 就是多元的組織形態 是為這個社會目的而服務的 不是說這個社會目的反而來 為這個組織形態服務 這就是為什麽 我們在社會創新的這個分析平臺 就是 SD.P.List.T 然後比如上面 你就會看到 包含合作社 包含財團發言 社團發言人 各種公司 預算性的部分 有些公司 一般的有些公司等等 都會在上面登陸 因為我們要求的只是說 能夠講得清楚 在用徐發展分析裡面 他們在解決哪一個問題 哪一個社會或是 全世界共同的問題 他們透過怎樣的 產業或服務 來達到 解決這個問題的目的 只要能夠講得清楚 那我們都說 那你就是在 社會創新的網路上 至於你要問到哪一點 那個是每個人自己的決定 大家都可以就是加起來 那當然這裡面就是牽涉到說 那我們為什麼要用 我們去發展分析來當作 就是共同的所以 就是為什麼我們 剛剛有傳承的畢業者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是在聯合國的 品系裡面 他們是第一次 不是靠各個國家的代表 而是靠所有在處理這些 實際的社會的演技 的這些團體 一起討論 他們爭取了大概一百多萬人 裡面 他們去找到這些 major group 就是這些實際受 有利害關係的影響的人 那在以前 好比像說 SDG13 Planet Change 一個比較大的國家 它裡面只有一小部分 會因為煙水而喪失到 他們的居住地面的人民 那這個國家 它不一定願意 在聯合國上面 專門幫這個小錯誤去發生 但是按照 SDG的這個新的看法 是全世界 即將受到氣候面前影響的人 它是在一起 是一些major group 而這些它的發生 它的席位 它的發言權 都不比一般的國家代表 來得差 那所有其他別的事情 大概都是這樣 所以他們經過 非常長的一段 諮詢跟討論期 收斂出來的就是此項 與其他模樣的特色 就是說 你在裡面 上百項的共同目標裡面 做任何的事情 都不會破壞掉其他的題目 那這個是它 等於它已經達到一個內在之性 所以如果你正在做的這個題目 不在SDG17項裡面 有一個很大的可能性 就是說 比如說 在各個Major Group的討論裡面 他們覺得說 你做這個題目的時候 在社會的某些角落 世界的某些地方 它可能會反而影響到 負面的影響到其他的SDG的目標 所以這個事情 有點像是刪去法 大家吧 可能會造成窮口矛盾 大概都已經刪掉了 然後留下來的就是 怎麼做大概都不會錯 都是為彼此加強 為彼此共同的目標 所以這些東西 在我們社會創新的這個方案裡面 為什麼特別強調SDG 就是說 我們只要扣合了這些SDG的 這些永續化的目標 我們在引入國外的 所謂影響力投資 或者引入國際上面的 各種第三部門 跟私部門的力量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 很耗用的一個所謂 等於是全世界正在解決 類似問題的 忽然之間都變成我們的朋友 而且 如果有某些相關的政權 想要打壓的話 這個是最難打壓的一個題目 因為全世界人 都想要這件事情發生 所以我們在這件事情上面 做貢獻的時候 目前為止是最不容易 被打壓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在裡面 基本上就是政府的想法 在一句話講 就是幫助解決社會問題的朋友 解決大家的問題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不斷的透過公益科技 透過各種各樣的開放的一種方法 讓大家知道說 彼此到底能做什麼事情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當然沒有辦法 這整個方案的架構 我們快速的講完 那我這邊要強調就是說 中間的這四個 跟本來的社會系統 還沒有太大的差異 但是我們現在 有相當多的資源 想來最主要的 是新的 就是透過大學社會責任 然後已經透過很多 新的比較是價值培餘 包括我們新課稿裡面的 校定名秀 校定選秀 這些課程 讓人去發展這個概念 在一開始就 讓大家覺得說 我做這個題目 那全世界的所有的朋友 等這種想法 能夠升等 那反過來講 就是外交部 也是第一次加入這個情況 就是說 當我們真的有些創新 不只解決台灣社會問題 他也解決 國際社會問題的時候 像剛剛講的 搶救水寶寶 他們現在就派了租員 去納西蘭 然後繼續待三個月 因為氣候變遷 還是納西蘭以前都不缺水 但現在開始缺水了 所以他們就需要 這個政策 漏水這樣一個情緒 所以我們不是解決 自己的問題而已 而是透過這些SD去做了所有 然後就可以去全世界送暖礦 就是所有的暖食零 那這個就是 外交部第一次加入我們 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所以我想 最基本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的法規定老師 並不是由上而下的說 好像我們就一定要 重點發展那些東西 所謂的社會情況 其實就是說 我們僅僅必要打大家的路 大家在做的過程裡面 因為兩個部會 我們32個部會 可以說31個都是NPO 都是想要達成 某個社會的公益目標 不是為了賺錢 只有中央營 那其他的大概都是 那其他的大概都是 要在某一年 或者是任務正面 看到一些東西發生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子的方案 就是在告訴大家說 其實很多時候 民間的力量 比政府更了解實際的情況 我們一年才能 轉一次方向 而且新的社會的 情況的發展 每天都會改變 所以大家 不要把它看作 民間是搶商 或者民間是 就是所謂的 整個自貿民的組 而是整個公益社會 當它發現一個新的狀況 它就是需要法律調適的時候 因為它在解決社會問題 跟相關的地方 或中央的部會 在解決問題 是一樣的 所以這就不是所謂的 土地廠商 而是說去反應 實際的社會需求 然後去做必要的法律調適 所以這個 從國發會角度來看 這是一種新的管理原則 就是大家的新的KPI 是因為實際的社會需要 所以我們從幫我哪些法會 幫哪些韓式廢除這些東西 所以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盡量不要擋到 社會的創新的一些力量 那這個就是 目前就是 市場方面的 具體的一些想法 那 有位朋友想追問說 這個 我是不是之前 我目前還不是之前 然後有一天可能會是 那然後還有就是 為什麼每個問題 都有圖片可以解說 也有朋友 這個問過說 為什麼我們每個東西 都要跟所有網址 就像我還記得 配方政府聯合網友 PO 其實也有個PO 有PDES.TW 或像剛剛提到電競 其實也有eSport 有PDES.TW 就是等於是 每件事情 像剛剛有人問到 這個謠言嗎 就是有rumor 有PDES.TW 那為什麼這樣 就是因為 我經常做這樣子的 尋規文章 那每次我回答不出來的問題 像話不像說 剛剛講到的科技人群 那我回去做一些功課 我可以過去重新播放 然後呢 我如果整理出一些想法 我就會 弄一個寫的網址出來 然後這個網址就會變 我下次再 聽到類似的問題的時候 就可以給出誤回答 所以這並不是因為 我們是极其人 是因為 這是群眾智慧 加上极其智慧 最好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 我是靠大家 人為主 來指導現在大家的關心什麼 那但是我當然 不可能給我答案 但是我可以回去問 各部位的朋友 那當他們給出答案的時候 我就可以給他一個縮網址 然後現在在問類似的屏幕的時候 我就可以拿這個縮網址出來 跟大家分享 所以可以把我看成 是一個會走路的問答案 但是不表示說 是極限 就是後面有一個 蠻不錯的 輔助決策的一個系統 我們表邊知道幾點嗎 你們知道嗎 15分 15分 所以我們快要15分鐘 請問 有時候的朋友們說 請問我對申報電廠的看法 前天零新一次 這麼說要幹 昨天 沾長全院長秀 絕對不行 請問我認為 可以說出我對空屋地鐵的看法嗎 我對空屋地鐵的看法 我對空屋地鐵的看法 其實是有兩個層面 一個是客觀的數據 就是變為005度這些東西 但第二個是主觀的感受 就是說 我覺得 我小時候 東西沒有很好 那現在東西變不好 這個是一個 一般性的感受 這個感受的傳染比遠大於這個數據 那現在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環保署本來就有一些空氣污染 一些觀測症 但這些觀測症 它雖然精確度非常高 可是它跟大家實際生活的地方 生活的場合不一定那麼的貼近 雖然理論上 他們接下來三年要多蓋一個一萬點 但是只要它不是在你家陽台 也不是在你的學校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它的數據已經就是有一段距離 Literally 有一段距離 那所以 即使那個數據說 今天空氣非常非常的好 你們就不可能覺得嗎 那這個時候 主觀的感受 跟客觀的 所謂O跟R中間 就會出現落差 因為它並沒有一個連帶的關係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解決呢 當然就是所謂有參與事工的可學 這個是標準的一個解決方法 那在台灣繼續發展 才特別恐怖 這邊的這些數據 沒有一個是正常搜集的 這個完全是民間自己 透過一個叫做 Airbox的一些硬體 跟Labs的這個計畫 視覺化是叫做G0-B0 就是我們觀測網的這個地方 讓大家能夠一次看到這些策展 那甚至有一些地方縣市 去把它當作環境教育的交叉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它實際上中的地方就是那個人的家裡 就是那個學校 雖然它的精確度實在不能夠文化保守的比 但是全部加在一起 你就會看到一些 就是跟大家的感受比較切合的實際的這些數字 而且呢 這個社群非常的有創意 它不少他們就跟IOTA 我剛才會講到那個 不是區塊鏈的分散式帳門來合作 所以他們就會定期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 你要當選舉選錢 然後你趕快回溯去修理同些特定地方的數據 你就可以操作讓我們當選框 你只要把這個分散式帳門做好的話 這些數字它是不可攜帶的 那所以現在當然已經成為2000點了 其實是蠻蠻舊的介面 實際上這個介面已經重寫過了 但是這裡的重點是說 這個點位是實際人 自己這樣做的 那在絕大部分亞洲國家 我們在國際上分享這樣子的東西的時候 他們都說不用等到2000個點 大概20個點的時候就會被請去合查 大概200個點就會查水掉 就是他們會用盡一切的方法 包含把它的這個組織的人 想辦法挖進政府來 然後怎麼樣 盡可能不要讓公民的這個東西 集結到超過這個環保署的點位的程度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真的是挑戰 或者甚至是直接的威脅到 政府的數字的正當性 因為就算你的良色系的精確度 不如換包數額 但是那是更加厚的 換包數額 換包數額是離離不到多遠的這個位置 你當然是相信你有參加這個社群 當然不會去相信 不會比較相信換包數的數據 所以這個東西在台灣 是因為我們沒有絕對的言論 機會接受的責任 把這個當作作為新加值 所以在民間發展這個時候 政府才是採取一個 大部分就加入的態度 整個地方就是非常非常少見的 所以我們事實上就是 在做情安企圖建設 我們數位建設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 名稱公共五聯網的這個計畫 那這個計畫呢 它具體來講就是大部分就加入 就是我們就 讓這些所有的資料都免費的 出生在國網中心 就是國家高知運算中心 NCHC的電腦上 也不只是空氣品質的資料 包含水分子的資料 災防的資料 地震相關那些地殼的資料 然後基本上 只要無限惹資的這種版本資料 我們都全部放在NCHC的電腦上 那全部放上去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 我們不管是民間搜集的 或是官方搜集的 或任何人搜集的 至少大家都可以彼此看到實際的資料 因為在以前的情況下 像你剛剛提出的兩位專家 一位一個expert 那甚至是一些老師 然後他們就提出 這個朋友的這個預測模型 那他說 有這個intervention 在這個電廠 或者是 二線型機車 請你先淘汰 或者是 隨便了 就是某個intervention 那按照某個老師的 模型預測 就會有總統的影響 另外一個老師就沒有開始 另外一個方向的影響 甚至政府號都會不一樣 那但是每個老師他用的資料 跟他用的模型都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 即使用我們推所有的開放資料 那可能這個老師下載物語 另外一個老師下載NY70 然後他們進行驗算 然後有完全不同的預測 那這個時候 即使你過了夜晚 去做驗算 反正這個老師比較準 你也不知道說是因為他的 人設法比較好 可是因為他的資料比較正確 事實上 這根本不科學 因為你沒有辦法在 一樣的事實資料上面去做比對 所以我們盡可能做的事情就是 無論如何相當所有的資料 集中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用公本費 或者完全不收錢 如果你可以證明你的社會 相比是 就是比較正面的話 就是 你是願意 封開你的研究生活等等的話 那我們就讓你 直接去使用 你的那麼一大堆 GPU的 這個 加速卡 用不管是機器學習 還是什麼 新的統計方法 去找出人的活動 預期政策 跟 實際的關係 中間的相關性 那這樣子的話 當然不同的老師 還是會 評估出不同的 移動式 非移動式 跟境外污染源的模型 那 突出失落 不然就很難算 但是至少 他們用的資料是相當的 而且這個資料 裡面是含有 大家自己透過 我們科學 收集到的資料 而不只是 好像只有這樣一個資料 所以就是說 先把資料全部集中在一起 然後這個東西去開放 然後讓 任何人都可以 用言算法 在台灣資料上面進行精算 這個時候 ORID的歐文才真的出現 因為事實 任何人都可以 存取的 驗酸的 共有的 這種資料 那沒有這個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大家 真的就是 嚇死人了一下 就是 你拿到 比如拿到其他的資料 然後各講各的 那其實到最後 也不會有任何 實際意義上的共識 因為 事實上 連資料的來源 一開始都不一樣 所以這是一個 我的具體的意見 就是說 我們在做任何 公共這次討論之前 然後都要有這樣子的 技術建設 那 我覺得很高興的就是說 這不是只是解讀 台灣自己的手的問題 那 Airbox這套系統 NAS這個社群 它實際上是全世界 類似的問題的 朋友 它不一定是 空氣品質 也許水品質 之類的 都可以因為這是 開放越南的關係 都可以自己去擴散 所以這個就跟我們 以前的 國對國之間的外交關係 是不一樣的 以前我們 可能是胖交官 一整隊群的民眾 那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 國二次的代行 它只能解決 我們地球相遺相 那分的地方的問題 那時候 因為我們現在 透過開放原法的 開放資料 有這些做法 所以我們就要弄到 人間界質 那任何地方 它自己有公民社會 它自己有類似 去影響的社群 它自己有社會企業 它就可以在那邊 成分發展 所以一個社會創新 如果是開放式創新的話 它的散播 是比社會企業去展現 要來得快的 它就有點像是 會傳播的種子 跟一棵樹 和一棵草的關係 是互相生長 這樣的關係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回到這位朋友的問題 我覺得 要先把這種共同的事 建立起來 然後讓大家有不同的 討論的基礎 我們才能夠 在這個上面去進行 重新的討論 這就是為什麼 明星公共物理化的 視覺化介面 已經不止一位市場候選人 在 所以我們在 選舉前發生出來 但是我覺得選舉 是一時的 科學是永遠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什麼時候做完 不一定 但應該是年紀左右 那就會有第一批的 這樣子一些 在共同的事實上面 去進行 資料的比對 跟預測 這樣的模型 能夠做出來 如果改過上市場選舉 那就會抱歉 但是我覺得 這才是 比較強遠的 這個討論的一個方法 有一位朋友問說 請問 對於目前 國發會的主任委員 學科跟專業立體 為法律 而不是為了工科出身 是怎麼看的 補充 過往國發會主委 都是出自於工科 其實國發會 也實在沒情況 對不對 國發會本來是 兩個不同的部位 一個叫做經驗 一個叫做免考 當然今天前面 還叫做很多人 不去追溯 那經驗 一般來講 是設定一個 遠程的 中場程以上的 這個國家建設的 一個情況 是離航的這個角色 那 演考 是在後面 確保選民的部位 都有被管考到 然後有這個 每月或者每季 都這個網 這個部位設定的目標 跟國家的這個建設的目標 有如期如期的 去回環工工程次 這樣一個角色 但是呢 在這兩個 幕僚機關 合併成國發會的時候 忽然之間 他的 角色就有時候改變 因為 他的 兩個分別的機關 跟別做的時候 當你訂定目標的時候 你不一定能夠去 控制其他的部位 一定要照應 一個方向的東西去玩 那在 研考會的時候 他們也不一定能夠 然後 去確保說明的部位 都往相當方式走 但當他變成國發會的時候 他就變成一個 有五百多人的 既可以設定的程度標 又可以有 這個 預算同事權的 這樣子一個 慢力 還有一個部位 所以他的實質 在行政院裡面的角色 就改變了 然後 幫他主委 本身也是稱為 也有調集各個不同的部位 去進行協調的這個能力 那我們目前的主委 他同時也讀到 人事實驗同處 跟居住 所以意思就是說 所有的主要的 就是人住 跟預算 跟規劃套會 所有的這些 目前是 都是有請出未來的 所以在這裡面 我想 這一次的 這個 Generation的國發會 跟大家 之前習慣的 經驗會和靈驗套會 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同 就是它跟人力的距離 是變成各部位 跟最近的 以前靈驗套會經驗會的時候 基本上它服務的對象 是其他的部位 它是一個全目良景觀 人民不會自己跑去 今天會 或者是去看一個聊天 除非你是 歐洲商務 或美國商會的工作者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但是 因為有了網路 所以透過 開放資料品 透過公共政策網路 參與平台 就是Data人中 這兩個大的平台 還有一大堆小的平台 包含法規條式平台 平台經濟的 這個新創法規條式平台 包含剛掛牌的那個 各自專案 它會有非常非常多 具體交流的想法 覺得現有的法規 面對你擋到你了 你就可以跑去 用各種方法 讓國發會知道 讓國發會就可以為你 身上爭議 然後讓現有的行政程序 不要擋到你 讓創新變得有可能 那這個是以前的行政研考的時候 從來沒有人想像過 他們這些 那樣基本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 國發會的這個角色 其實在 目前的行政院製程裡面 它現在這種 在第一線 直接跟人民接觸 人民的這個意見匯聚 確保說 這是它共同價值之後 忽然就變成 中場成目標 然後就開始 別人都不會做 對 這樣子的這種做法 是之前沒有看過的 那所以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想 目前的 就是裡面 主委 因為它在法律方面 就是確保說 我們這個送房的過程 我們自己沒有違法 我們還是在 依法行政的這個前提下做 是蠻重要的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子的話 那就會變成是好像 就是 透過一些行政面 或者一些函視去 蓋過立法者 給行政的這個宣傳 那就會很容易造成 略權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它是 一個很好的一個 balancer 它一方面去說 我們就是要反映 社會的實際需求 用周圍單位 而不是一名單位 來做 這個方面它也有法律 有法律 有法律 可以確保這樣一條是 如果它會不會是合法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目前是蠻重要的一個公式 那至於 就是工程方面的工作的話 不管是我們這個 張學生的輔助委 或者是國發會 其他的不同的 學經濟 或者其他的 其他的輔助委 我們高先生的輔助委 其實都是 敬其至於這個上面的 所以我覺得 主委 因為疫情還是最後不同 最後增值得來 所以 在這個過程裡面 缺乏國發會自己比較違法 我覺得 這個還是很重要 所以 目前我覺得這個狀況 是 蠻新的一個狀況 也讓我們這種 直接與人民共同 這個平台後面 有一個 這個後盾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 可不可以請我分析 就是上一號客廳支持率高 還易度低 下一號的現象 不可以 為什麼 因為應該是說 我是新北市民 我是完全不關心 台北市場選舉 那相信各位 在最新的一些新聞裡面 可以看出這個狀況 那第二個是說 當初其實 就是我在做這套 就是 全民溝通 這些人事的時候 確實有人問我說 那這樣子的話 我如果現在不是 在一個正位的位置 而是在 立場市長的位置 這一套到底要怎麼做 那我很害怕說 我還沒想出來 因為 就是 一個市長 他如果主張 無政府主義 這個聽起來 是比一個正文主張 無政府主義更激進的 我還可以說 我只是純粹協調的角色 我在過程裡面 不下命令 但是 不要說市長 一個部長 他在信用這個官僚體系底下 他是不是真的可能 可以做到說 他完全不下命令 然後同一個資助管 的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之前還沒有想出 有沒有辦法 能夠做到這種事情 所以 我自己都沒有想清楚的事情 我當然不會拿這個去 混亂獵人 所以 在這個情況下 不但 如果你要找我 選給律師長 我就直接拒絕了 那我也不會對台北施的 這個選舉 有任何 就是關於等候群人的 這個零件 但是如果 比如說在我的 這個公開 詳訊的時間 我的Office上 那個禮拜三 或者是說 如果某些候選人 才有一些公開 政見 一些活動的話 那我想 這些就是 不設限制的這種活動 當然還是有可能發生的 最近就發生了 但是 我是不太可能去 對於這個候選人 個人去做一個 分析 選擇 戰隊 選別子 等等這些事情 那其實一句話講 就是因為我身心的心 我真的沒有那麼 關心可能是他的選舉 好 那大概就先這樣子 感謝大家的觀點 好問 謝謝 非常感謝政委 這麼精彩的演講 政委講話已經很快 可是還是跟不上我們的問題 對對對 但是 之後 未來一定還有很多機會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來跟政委進行交流 相信這個是一定可以 就是 是做得到的 所以 未來如果還有更多的方式 可以去經營議題 或是從政委剛才提到的 各種的方式 來去 利用資訊 可是現在是一個 穩固的時代 那我們大家 如何 去用資訊 來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那也希望大家 今天真的有 收穫非常多 那還沒有問到的問題 也許可以用別的方式 剛才所謂的 用別的方式 想辦法去問 這樣子 那我們就再次 掌聲 謝謝政委今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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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